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看到的是这样 就仅仅一个月时间 中美保持得非常密切的这种高层对话 而且好像谈得都很长 时间都非常长 上次杨洁篪、沙利文七个多小时来谈得挺长的 当然大家一般说就是说这个对话有没有价值呢 一般说还是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彻底不谈了 那么中美关系就危险了 对不对 大家能在一块吵架 那说明还是有一些愿望 要保持联系 中国当然大家知道夫妻俩天天吵架 那个拍桌子 这个离婚是不会离婚的 两人彻底不吵架了 那是要离婚了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经常对话 吵吵架 说明这个关系还是可控的 它给人们这么一个信号和信心 这几次对话其实都提到一个词 叫护兰 为什么要建立护兰呢 因为中美关系是有冲突的风险的 冲突最大的风险就是在台湾 因为我们老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 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麻烦在哪儿 美国人开始打台湾牌 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对吧 因此当然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对应措施 像格里拉峰会之后 咱们首先是国防部发言人 吴谦出来讲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台湾海峡 中国有特殊权利 国防部发言人把台湾海峡的水域画四个性质 一个叫内水 比如说 这个金门和我们厦门之间 金马 这个马祖金门这些岛和我们厦门之间 和福建之间 这就是内水 你知道吗 这叫内水 然后海峡两岸 因为海峡两岸都属于中国的主权国土 海峡两岸都可以往外延伸十二海里叫领海 十二海里之外再延伸十二海里叫碧连区 是吧 剩下的二百海里就叫专属经济区 那么这个领海那就是中国主权 就内水不用说了 内水就是咱们主权范围 领海也是主权了 是吧 根据八二年国际法 碧连区是我们有比较大的特殊权利 好 碧连区之外 就叫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中国有特殊的管辖权利嘛 所以台湾海峡确实不是一般的国际水域啊 当然是这样 飞机啊 那个轮船是可以过的 没有问题 国际法是允许的 但是呢 民船不用抱 随便过 军用的舰支和飞机你就得报备 是吧 这就是一个新问题出来了 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台湾问题 现在美国在炒作 不是我们炒作 他炒作 这个问题突出了 突出以后呢 我们注意 我们做了很多反制呢 其中有一个反制就是否定美国人主张了 国际水域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最近呢 我们宣布之后 美国还有飞机 是吧 从这穿过 那我们东部战区做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嘛 根据外媒的报道 在空中出现了20分钟的紧张的对峙 具体怎么对峙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估计我们是这一方是 拥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它飞机往这里过 我估计啊 我们是一个鸡群围着它 我估计它回去以后啊 留下后遗症了 心理后遗症了 肯定是吓唬它的 真要出什么事 它肯定是吃亏的 是吧 所以 这是一个新 就是最新的情况吧 我们对话很多 然后对话有个共同点 都是希望啊 建立护栏 现在麻烦在哪里 美国人护栏说 诶 我整理 你不能反抗 一反抗 矛盾上升 对吧 所以中国人说 你这些事就不该做 你必须在台湾问题上 是吧 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就 这个护栏就有了呗 这个 所以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情况 对话很多 我都希望建立护栏 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啊 真正的走向冲突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对护栏的定义不一样 美国说 护栏就是 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打你 你不许反抗 中国人说 你那些欺负人的事就不能做 对吧 所以关于护栏本身呢 现在没有共识 这是比较麻烦的 香格里拉会议之后吧 那个 我们中方明确否定了 美国人呢 关于台湾海峡 是国际水域这么一个法律定义 它再讲在台湾海峡 这个地方以后再出现啊 中美军舰啊 飞机啊 对峙的情况会增加 实际上呢 对建立护栏提出了新挑战吧 那么中美关系 除了台湾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啊 首先呢 还是这个经济 中美呢一方面 经贸关系是挺好的 那个我看呢 现在的数据 中美贸易还是增长的嘛 特别是美国 从中国的进口是增长的 还有一个呢 投资也是增长的 就是这 那个 一年多吧 美国 德国 对中国投资都是增加的 我看网上有一派说法 说那个 哎呀 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 就是 咱们国内的资本 只有一部分是到新加坡了 这是事实 可是国际资本对中国很有信心 都是跑到香港去了 是吧 所以香港实际上这几年得到的资本是增加的 不是减少的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在是增加的 坦率讲啊 我觉得国际投资者啊 比中国啊 那个那个民营企业家 他的战略眼界要好一些 对中国的信息更大一些 所以才出现这个 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外资 包括美资 其实对中国的投资都是增加的 这是一个 就是一般贸易情况啊 虽然美国对我们加了关税 但是中美贸易量还在增长 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增加的 还有投资呢 这个中国对美投资下降 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继续增长 是吧 所以美国的资本对中国市场还是有信心嘛 但是现在大家关注一个点啊 美国会不会把特朗普啊 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给取消 这是大家关注 那么现在美方的那个讯号很不一样 像耶伦啊 财政部长他特别关心投资膨胀 然后希望啊 赶紧把这个 对对中国货物的关税给取消 大致范围就是 特朗普对三千六百亿 中国苏美产品是增税的 三千六百亿 税额还挺高 都是二十多 但问题是 就是这个关税百分之九十四 是美国人承担的 知道吧 中国出口商只承担了百分之六 所以结果呢 这个关税 增到谁投上去 增到美国人自己投上去了 进口商负的这个关税 那进口商他又 商人精明得很啊 进口商肯定把那个成本就 摊到那个消费者身上去嘛 于是呢 就促进了美国的通胀 那个那么现在再往上升 对美国压力很大呀 所以呢 美国现在很为难 像耶伦重视通胀问题呢 他一定主张赶紧把这个 把那个那个 关税给取消 美国人算过 大概把对华关税全部取消的话 可以大概降低一点三个点的通货膨胀 那对老百姓还是很有意义的啊 当然现在美国内部是分裂的 你看那个戴琪 美国那个贸易代表 他还是认为这个 加关税是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 他他他他不同意取消 那个美国商务部呢 嗯 那个部长雷蒙德也也也也是取消 也不取消 所以现在那个 这是现在一个争论点吧 我看最新的思路是说 那个关税还是要尽量取消 不明确取消呢 也扩大那个豁免 就美国进口上来申请啊 说这个关税 这一块别别别争了 豁免 就公开取消 不多 就一百多亿 但是很多豁免扩大 豁免就实际上取消关税嘛 所以这是一方面啊 但另一个方面呢 他要准备加大对中国的精确打击 主要在科技战方面 加大对我们的打击 最后关于中美关系 我们当然要注意 十一月八号 美国要展开了这个国会中期选举 所有的众议员都要选 然后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要选 那么十一月八号中期选举 从目前的态势干来很胶着 但总体是对民主党不太有利 因为对一般美国民众啊 他看重就是经济 所以那个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那个 克林顿执政 他的那个口号叫 It's economy Stupid 是吧 就傻瓜 重要的是经济啊 所以经济 对老百姓是最重要的 至于说你什么俄乌冲突什么 那个不重要 对美国选民 对总统选举呢外交还有一点重要 中期选举外交不重要的 那么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经济不好 真的不好 那个通胀很严重 老百姓啊 荷包缩水 另外呢 经济增长呢 也比较乏力 那个所以 哎呀 经济状况不好 一定对执政党不好 一定对民主党不利 对吧 而且中期选举过去的惯例啊 都是这个执政党要丢几个席位的 那个所以 总理态势啊 今年十一月八号的中期选举 对民主党不利 对拜登的执政是不利的 如果民主党输掉了中期选举 现在两边都还是民主党占多数嘛 但是多数很脆弱啊 如果十一月八号 两边有一院丢了 甚至两院丢了 那意味着 拜登的执政技术就更差 他他后面是推什么政策都都通不过 现在很多政策就通不过 那个大家注意到没有 美国是不是推出了一个国家竞争法案 也有人把它直接说成与中国竞争法案 就是在教育啊 产业啊 科技方面啊 加加加加大国家透露直接跟中国竞争了 推出一年多了嘛 那个去年就提了 到现在也搁置了 如果那个那个中期选举输了 我估计拜登后面那个重要的政策都都都推不动 那就提前就薄压了 薄压以后对二十四年他连任肯定是不利的 对民主党那个那个选举不利的 对吧 当然呢 十一月八号选举了一些变数啊 就民主党方面现在也在想办法 跟那个共和党打 一个呢 就是抓那个去年一月六号占领国会山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现在看起来就是 特朗普这一派操作的嘛 他操作这个事 那个现在民主党搞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啊 天天搞听证 这个对这对民主党 对共和党有点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 他现在很保守 对吧 因为特朗普任命了三个保守派法官 最高法院的内部结构是六个保守派 三个自由派 是吧 绝对不均衡 三别二嘛 就是三分三分之二是那个那个保守派嘛 最近呢 联邦法院 保守派 保守派的法官就连作了两个重要决定 一个就是进枪 减少了进枪的权力 就是让持枪更自由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罗素伟德法案 拒绝承认宪法是保护妇女的 堕胎权的 而交由各州决定 那这个被美国妇女认为 这是堕胎权的巨大倒退嘛 那么这两个法案在美国社会争议非常大 那么多数是反对的 那么现在 那个民主党就抓了这个 这个这个最高法院的弱点 拼命的骂共和党的 所以一个1月6号 国会占领案 还有一个就是 最高法院的那个保守判决 引发了社会争论 现在民主党就 就利用这个争论 打击对方 共和党当然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现在 共和党也是分裂的 那个特朗普是单独的一派 但共和党的建制派 那个 又是一派 所以共和党是分裂的 加上共和党有一些把柄被民主党掌握着 所以现在呢 他在讲共和党有一些弱点 所以对11月8号选举吧 那个结果还是有点难预测的 我们假设啊 11月8号 中期选举民主党输了 那我们就要面对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拜登政府提前薄压 什么事干不成了 特别是内政干不成 然后呢 他更多的注意力 只好投到外交 所以外交上他投入资源会增加 外交上他怎么做 我们需要注意啊 有一个可能呢 这个他外交会更激进 就对俄罗斯压力更大 对中国更狠 有这种可能 但一个可能就是外交上呢 那个他柔和一点 国内政治基础也没了 然后呢 外面有两个挑战 一个无冲突 一个中国的崛起啊 他的二选一啊 这个 他有可能在对外呢 某一个方向柔和一点 这可能性都是有的 至于说那个 现在的美国总统啊 拜登呢 是这样的啊 拜登总统呢 对外交是比较熟的 他以前做参议院 联邦参议院议员的时候 他是掌管过这个外交委员会的 他对外交事务是很熟的一个人啊 对国会事务本身呢 也比较熟 他毕竟当了很多年 四十多年的那个议员嘛 所以呢 应该讲呢 他属于美国政治界的老油条 内政程序很熟 外面外交比较熟 那么就中美关系来讲呢 我觉得他态度还算好的 以前呢 他在奥巴马时期不是做副总统吗 他就负责美方啊 代表美方参与中美战略对话 所以他总体来讲 他对外交是熟的 对中美关系是熟的 然后对中美关系 这个历史上呢 做了一些贡献的啊 那么现在整个美国的大态势 是把中国当对手的 是以竞争为主的 但是呢 这个我直觉啊 在诸多派系里面 拜登本人呢 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对较好的 我知道现在有些网民 对美国很失望 在网上批评我 说哇金长龙还有一点幻想啊 那个 我还真不是幻想 我是比较了解他们的 美国就是 就是挺复杂 里面派系很多 那么这一派 拜登这一派 那个 包括布林肯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如果中期选举 他的政党呆了 对手 共和党掌握了国会两面了 那么他就更没有能力 推进他自己的政策 所以我的直觉啊 如果拜登 那个那个进一步 这个这个 政治地位下降 对中美关系不好的 这就是 关于未来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态势啊 我们知道的是双方啊 那个都不希望发生冲突 所以那个高层退化挺多的 也不排除年内还有这种安排 就是我们峰会元首对话 这个肯定性都有的 但是呢 现在任务很重 虽然大家做了很多努力 在建立湖南 但是呢 最重要的问题 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很紧张的 是吧 那经贸关系现在很复杂 有一部分人是希望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但倒让人更多 是吧 加上那个科技战事 是在恶化的 那个所以呢 我们做好准备吧 就是中美关系未来半年 总态势还是不好的 当然总态势不好呢 我觉得中美啊 还是要努力去维护这个关系 不要走向这个冲突 我觉得这是责任 因为中美冲突确实是代价太大了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了 目前还是美强我弱呀 目前冲突 中国吃亏的可能性大呀 对不对 所以大结论就是这样 就是客观态势 中美关系的下半年是不好的 但是呢 正因为不好 我们需要保持对话 通过对话 能把那个不好的关系 稳定在一定的边界上 对吧 特别是台湾问题 稳定在一定的边界上 这样呢 让这个关系兜而不迫吧 那个这样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时间对中国有利 我们跟美国总体态势接近嘛 我们不是拉大 对不对 拉大就不利了 总体还是接近嘛 接近当然对我们有利 对不对 再拖个几年 中美基本上就均衡了 均衡那个时候 那你可以使点性子 刷点脾气了 对吧 现在你还得避免中 有一定的优势 你干嘛不用那个优势 那个时候再说呗 对不对 OK 这就是关于未来半年 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嘛 谢谢大家